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控制 我是主播金芬 在电影里头经常会有这样的情节 有个陌生人突然闯入一个平静之地 一段悬疑故事由此拉开序幕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有点这意思 离奇程度可以跟电影比一比了 最后那真相更是让人惊诧又感叹 那是2017年11月4号 一个原本很平常的早晨 湖北省前江市王厂镇的这个市场村 村民雷九香正做了早饭 突然外边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当时雷九香是一阵奇怪 心说这是谁呀 这么大早了敲什么门 赶紧放下锅这就去开门 可是门一打开 眼前的那情景吓得推大跳 门外头来了一名陌生男子 只见他浑身是泥 腿上有伤 整个人动得是涉涉发抖 而当时他看到雷九香 那是一脸的激动不停的 让雷九香救救他 还怕用没 够了盒子的 见谁呀 雷九香是又惊又疑 但是顾不上别的 救人要紧 他赶紧把人给扶进屋 给他倒了杯热水喝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这名男子的大腿上的伤 似乎很严重 而接下来男子的说法 就更加惊人了 他说他姓李 是武汉一名网约车司机 之所以会流落到这里 这么狼狈 那是因为他被人抢劫了 当时一听这话 雷九香吓了一跳 抢劫 真的假的 一大清早碰这种事 这社会人怎么不直接去公安局报警 偏偏敲自个的家门 雷九香甚至怀疑这人是不是骗子 可是再看那名男子的伤情又不像假的 看对方那神情 似乎也不像是骗人 谨慎起见 雷九香赶紧就喊来了村干部帮忙处理 当时大家一听是这情况 都说还等什么呀 为什么不报警 可是奇怪的地方就在这了 一听报警这俩字李先生犹如惊弓之鸟 拼命的摇头 死活就不肯 李先生不肯报警 他只是向村民借了个手机 打了个电话给妻子 把自个的情况和位置都告诉给了妻子 但是同时呢 他也反复叮嘱起死千万别报警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当然大家都很好奇 李先生这是遭遇了什么呀 这是因为受了刺激 过于惊吓不敢报警 还是说整件事情另有什么隐情 让他不敢报警 不过由于他当时情绪很不稳定 大家呢也不好过多的刺激他 只好就先找个车 把他送到镇上的医院进行救治 但是偏偏与此同时呢 前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呢 还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原来打电话报警的不是别人 正是李先生的妻子 在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之后 他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觉得不能隐瞒 最终呢选择了报警 案情重大 接到消息呢 警察立即就行动了 在卫生院里头 他们见到了李先生 发现李先生的状况确实不太好 除了这个伤势 神志也不太清醒 甚至都不知道 自个儿当时究竟身处何方 他也不知道这是前江了 也不知道这是往上镇 实际上你感觉到这种情绪 情红不一定的感觉 李先生究竟遭遇了什么呀 把他吓成这样 在警方好一阵劝慰之下 李先生这情绪 总算是稍微平复了一些 接下来呢 他终于鼓足勇气 说出了他经历的一切 事情嘛 就是发生在前一天的晚上 据李先生说呢 他是湖北乡乡人 在武汉有份稳定的工作 不过为了补贴家用 一到周末呢 他就会开着自个儿的私家车 到火车站拉客 挣点钱 就是那天晚上11点钟左右 他遇到了三名年轻人 我问我说您去哪里 马上是他说到仙桃多少钱 我说你们三个人花600块钱 仙桃距离武汉有100多公里 李先生说一般来说呢 得要个四五百块钱 但是一般乘客呢 都会讨价还价 他呢索性就报了个600块 但是没想到这回对方那反应 让他意外 这仨人居然一毛钱都没还 一口就答应了 他都没还价 当时我心里就是急顾 是啊 当时李先生很诧异 这仨人还真是豪爽 跟一般乘客还真不一样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可是他转件一想600块呢 这一趟可赚大了 他一个月工资才3000多 这样的大单不能错过呀 说不定人家年轻人就是豪爽 或者说人家就不在乎这点钱呢 再说了 李先生长年在外跑车 那是留着心眼的 出门呢身上几乎都不带现金 司机这自我反方意识也很强 身上没多少钱 犹豫了一秒钟 李先生这就拉上人 上路了 可是这一上车呀 他就感觉他有些不太对劲 首先坐在副驾驶的那个男子啊 举止有些反常 他又把那个遮阳板放下来了 大晚上呢用遮阳板 这有点奇怪了呀 把遮阳板放下来遮月亮啊 李先生心中呢有稍微不安 不过呢也不好说什么 继续开车 一路上的那三名男子都在睡觉 没人说话 凌晨一点钟左右 李先生悄悄看了一眼导航 马上就到了 他叫了叫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那男子 试探心地问了一下对方这个车费的事 可是就在李先生把他们送到指定地点 准备收钱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来了 这三个人居然又说 他们身上没那么多现金 需要到附近的一家新社去取钱 当时一听这话 李先生心里头咯噔一下 没带够钱 为什么还要说现金复杂 凭借司机的敏感 李先生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 但是当时的情况下 他没办法拒绝呀 人都已经送到了 怎么能不收钱就那么倒吧 于是呢 他还是把车开到了那家新营社的门口 但是车刚一停下 他的噩梦就开始了 刚熄火 他们控制我了 最初的担心竟然变成了现实 当时李先生的大脑是一片空白 心想这回完蛋了 都怪自个儿 明明之前已经意识到不对劲的 偏偏要侥幸跑这一趟 难怪说人为财食鸟为失望 真不该贪这几百块钱 这下好了 自个儿算是洋务糊口了呀 很快 那几名歹徒果然就开始向李先生勒索钱财了 虽然李先生身上没带什么欠金 但是他身上的储蓄卡和信用卡却被对方洗劫一空了 打确实没办法之后呢 我都说了 我这个增价坐在下面 卡套里面插了一张这个信用卡 透支完李先生的信用卡 他们又盯上了李先生的手机 结果呢 微信和支付宝里的钱也未能幸免于奈 更要命的是 他们仍然不满足 还在不断的逼问李先生 并且恐吓他 对他实施暴力伤害 事后回忆起那个情景 李先生忍不住都哽咽了 可想而知那种情况下 他是有多害怕 当时呢 他一度很绝望 看来今儿晚上 自个儿是难掏此劫了呀 不过幸好事情呢 没有像那样发展 几个小时之后 戴徒无心虚了 弃车而逃 李先生也挣脱了束缚 跑了出来 但是他很慌张 不知道自个儿身处何地 看到旁边有户人家 就赶紧去敲门 这就遇到了好心的雷酒香 这才终于得救了 那李先生说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因为当时那帮歹徒 威胁他不准报警 报警就要找他算账 还要伤害他的家人 所以事后呢 他根本就不敢报警 而听完他的这个遭遇 前江警方也是很震惊 大家有所不知 前江市是位于我们国家的 江汉平原 是有名的鱼米之乡 这些年来 警方的这个打防管控 这个应该说做得非常到位 很少有人竟敢如此胆大妄为 这十几年 没有发过类似的案子 这种暴力性的案件 我们采取临统的 罚一起 必须在这一块的时间里 侦破一起 所以事发之后 前江警方第一时间就成立了专案组 这个时候距离 李先生被劫持已经过去了六小时 该上哪儿去把这些威飞作歹之徒给逮回来呢 歹头最后的汽车地点是在偏僻的农村 周围全是农田 没有监控探头 警方现场勘察发现 他们之所以把车丢在这儿啊 是因为那车轮子陷到农田里了 但是他们很狡猾 车虽然留下了 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还有其他可能有破案线索的这个仪器设备 全都被破坏掉了 车里车外已经找不到任何有关嫌疑人的线索 另外他们上车的这个武汉市 到歹徒指定的目的地仙桃市 最终到车子被遗弃在前江 案件发生了这么多次时空转移 这就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时空发生转移的话 很难确定本地的作案和流传作案 就是锁定不了源头 既然是这样 警方决定 那就从案件最开始发生的地方查起 没错 武昌火车站 他们调取了火车站各个区域的监控 一翻查找下来还真就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就是这三个人 看上去都很年轻 当天晚上他们是坐一辆白色小轿车来到火车站的 不过事后查明这也是一辆网约车 跟此案无关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路侦察员传来了好消息 之前李先生说三个人转走了 他的银行卡信用卡里的所有的钱财 就在事发当晚凌晨两点多 警方查到李先生卡里有五万块钱 被转到了另外一张银行卡上 而这张卡有异常 好像不是一个个人使用的银行卡 经常有频繁的资金进出 而且在案发后 在凌晨的时候 也还有资金的在进出 什么卡这么奇怪呀 通过更加深入的调查 警方发现这原来是一家非法赌博网站 走账用的卡 好嘛 不仅抢劫 还涉嫌非法赌博 这些人的这个胆大网维 那是超出了警方的预期呀 那么他们到底是谁 调查当中呢 有一个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人叫何建聪 通过银行流水查询 警方认为他有重大作案嫌疑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何建聪只有19岁 也才刚成年在广东东莞的一家KTV里头打工 而通过他呢 另外两名嫌疑人很快也被警方锁定了 王猛和方荣辉 他们都是湖北人 年龄也都不大 22岁和24岁 尤其是那王猛的身份让人惊讶 巨查 他居然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你一个大学生不是应该好好的在学校里头念书吗 怎么会参与到抢劫这样的性质恶劣的违法犯罪活动当中来呢 不仅如此 在接下来的调查当中 警方发现其实在这之前 这仨人也没有任何的案底或者是不良记录 这好端端的就突然发现这么大的事 这不太奇怪了吗 看来只有抓到他们才能够值得打 2017年11月23号 在重庆的一家酒店里头 警方侦查到了王猛和建聪两个人的下落 实施了抓捕 12月18号 方文辉也在广东莞被捕归案 三名案犯西书落网 而到案之后呢 三个人也对自个儿的所作所为 共认不讳 案件成功告破 接下来就得好好问问他们了 年纪轻轻的 这仨人干嘛 要抢劫李先生啊 尤其是那王猛 身为大学生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呀 更让警方诧异的是 在接下来的审问当中啊 他们得知 原来在此之前 这仨人之间完全不认识 方仲辉是湖北天门人 王猛呢 是湖北实验人 何建聪呢 更远 在广东 他们彼此的生活 没有任何交集 他们到底是怎么在短时间内 从天南海北聚集到一块 最终铸成大错的呢 刚才我们说到 警方觉得很奇怪 三个完全不认识 也不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的年轻人 怎么会聚集到一块 犯下如此大错呢 这一切都要从广东的何建聪说起 何建聪在KTV里头当服务员 他见惯了别人一致千金的高消费 渐渐的呢 自个儿也变得大手大脚起来了 天天晚上都去潇洒 去喝酒 可是潇洒也得有资本呢 何建聪每个月工资才三千多 养活自个儿都困难 哪经济他这么挥挥 为了满足自己的高消费 他就开始偷偷的拿父母的钱 不到半年的工夫 他就拿了三万多块钱 何建聪慌了 这要是被他爸妈发现 那肯定少不了一顿痛骂呀 我不肯低头跟他们说 怕他们责怪我 何建聪不想爱骂 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哪去 尽快弄笔钱 把这窟窿给神不知鬼不觉的填上 而千里之外的湖北呢 有个人跟他有着相同的处境 就是后来跟他一起犯案的这个方龙辉 和何建聪相比呢 方龙辉原本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帮着亲戚打理公司 但是他呢 却沉迷上了网络赌博游戏 结果欠下了数十家网络贷款公司的钱 何建聪还只是不想被家人责骂 可方龙辉呢 是实实在在的被债务压子喘不过气的 他更渴望能够快速的弄到一笔钱 让他摆脱这个无敌洞 可是上哪去呢 这个时候两个人不约而同的 就加入了一个QQ群 这个群的名字嘛 有点古怪 叫失败者联盟 这就有点好笑了 人家电影里头有复仇者联盟 说的都是一些英雄 拯救国家的这个大事 这搞个失败者联盟 甚至想干嘛呀 里边又是些什么人呢 调查下来嘛 那情况很让人意外 失败者联盟 像这条 我这边有人需要去把它带货 有没有人要 然后这就是培训盗窃 这个找人一起这个抢劫啊之类的 谁能想得到呢 这个所谓的失败者联盟 就是个犯罪聚集地 都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要不人家说以好人 要尽量和品行好的人交往 那你说他们加入这么个 乌烟瘴气的群 周围环境如此糟糕 整天讨论这些个东西 人怎么可能不犯糊涂呢 也就是在这个群里头 何建聪认识了方荣辉 这俩人们也是越来越糊涂 受各种不良信息的影响 就开始不辨是非不明是理 模糊了现实和网络的边际 开始谋划罪恶的勾当 这俩人一番密谋之后 觉得还是担保了些 于是又把群里的另外一个人 就是那王猛 拉入活了 可是王猛他是大学生 身在象牙塔里 怎么会接受到 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说起这个王猛 就是一声叹息了 因为他的境遇 也不比那俩人好多少 他呢 遭遇了校园带 说起校园带呢 可能很多人都有所耳闻 没错 这些年的新闻报道里头 有不少的案例 有不少的学生 都遭遇了这个陷阱 甚至还有那个 把学生逼跳楼的事情 都发生了 他们就是利用 有些学生的这个虚荣心理 和淡泊的法律意识 利滚利 让其身陷其中 对此呢 我们国家教育部和银监会 已经联合出台了相应的措施 不良的这个 要坚决整改和取缔 可是王猛呢 就是因为大一的时候 要买新手机 一嵌下了校园带 从此他就陷入到了这个黑洞当中 无法自拔 就是威胁我上门讨债了 就是散步 就是说到我的学校去闹了 王猛说 当时他也是被逼的 已经走投无路了 只想弄点快钱脱身 所以呢 他看到何建聪在群里发信息 没有多思索 就响应了 当时是会大爷和何建聪两个人 骑摩托过来接我 三个人碰了头 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把作案地点选在了武昌火车站 作案目标定为黑车司机 比较隐蔽 也比较容易得手 结果这一去还真就碰上了主动上前拉克揽活的李先生 就他一个问我们嘛 我们就对他上手了 所以李先生也是倒霉自个儿送上门去了 而据何建聪他们交代 当年晚上他们一共从李先生那抢了将近十万块钱 可是对于这十万块钱到底应该如何处理 事后这三个人内部却出现了矛盾 来自广东的何建聪提出十万块钱留出一些作为经费 继续合作诺案 但是方忠辉呢却不愿意 何建聪和辉大爷 一个要走一个要留 意见不合 还自称联盟呢 说瓦解这就瓦解了 真正的联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是信任 可是很显然他们之间 有的只是各怀鬼胎 看来他们自个儿也非常清楚 没错 自个儿这是做了违法犯罪的事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而接下来的事情也证实了这一点 三个人分道羊毛之后 方忠辉选择向南逃亡 何建聪和王勇就结伙北上 继续寻找作案机会 可是他们一路去了河南 山西 又流窜到了四川 成都 甚至都到广东 广西转了一圈 都没成功 直到2017年11月22号 他们终于在重庆 物色到了新的作案目标 准备再次作案 结果当天晚上 这就被警方给抓获了 到完之后回想起这一切 何建聪是后悔不疑的 就是疑恋之产 本来父母 你不管父母怎么说理 他们都是为了以后 其实就是因为不肯硬撞 怕他们说 而王猛呢 刚是如梦初醒 他也很后悔 自个儿是亲手 毁了自个儿的人生 真的还没 还没开始 就把自己就这么错过了 很后悔当时 他很这样 是啊 他们两个 一个19岁 一个22岁 原本前面有大好的人生 等待着他们 可惜 已经铸成大错 他们将为此错过 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那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方正辉呢 他的情况也令人惋惜 据了解呢 他已经结婚生子 孩子才刚满一岁 作为丈夫和父亲 他更是对家人 感到无比的愧疚 很对不起他们 那没见到该有的责任 其实走到这一步 关键还是错在他们自个儿 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抵制出诱惑 一个赌博 一个挥霍无度 一个校园袋 后来又加入了 什么所谓的失败者联盟 其实失败是人生当中 常有的事 别人是想办法 自个儿站起来 重新振作去赢取成功 可是他们呢 想的却是借失败之名 去煽动别人 危害社会 结果只能是让 自个儿的人生失败透顶 对这些所谓类似的群 警方也在调查打击当中 而对这三个年轻人 大家呢 也是感到非常惋惜 特别是王猛 这也是我高等教育的 他理应有一个更好的人生 年龄上已经成了 但是在行之上 在对待社会的这么一种矫枉上 在对待其他一种理由上面的话 他可能还不是很成熟 需要我们一路的陪伴 没错 今天这案例很典型 三个年轻人正是刚踏入社会 似能非懂的年纪 容易受到诱惑 心智还很不健全 对于类似这样的年轻人 我们的家庭和社会 需要共同努力 对他们多加关心 多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教育 多普及哪怕最基本的法律知识 让他们在遭遇人生困境的时候 不要自暴自弃 不要自甘堕落 更不要心存侥幸走歪路 最终造成的那个 就是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好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